清凉寺抱争产纠纷 和尚打尼姑 比丘与比丘尼的推济争执 昨天在台中知名佛教圣地 护国清凉寺上演 两位出家人在走廊上 动口也动手 而厅堂内一样火爆 事情起因是寺中担任 女众副主持的姐姐世真贤 指控担任男众副主持的 弟弟世法真 把寺庙的钱败光 要求他交出寺庙账策 弟弟否认指控 并在昨天主导信众大会 打算将姐姐赶出佛寺 两派人马数度冲突 有师父不想参与这场 争产之争 先行离场 清凉寺住持 世会仪老和尚 也是这对姐弟的父亲 一脸无奈 而修行人 无法放下贪嗔痴 在佛寺放肆 恐怕也是佛门的无奈吧 东新闻台中报道 不知很高兰 正如今 今集合 二等一 都在祝好 寺庙费 pret 感谢观看